平川说了一听听听了我们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KQ在欧府上的遭遇战 那奔场比赛啊 他再再再再一次遇见了欧皇Happy 我们看一下奔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发挥 地图选择是LR最后的冰难所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族啊 没错又是FQQ 大Q神啊 一个非常喜欢玩骚套路的人族玩家 上来是先造兵营后造祭坛 当然也有可能是本族英雄的一个手法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红色的亡灵 ID就是那个让人瑟瑟发抖的欧皇Happy Happy的话操作和意识都非常的强大 双方之前也是交战了数个回合 但基本上都是一边倒Happy各种吊打FQQ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FQQ能否稍微的挣扎一下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法英雄 Happy这边首发的是DK死亡骑士 诶 这边的话放下第二个通灵塔 那就是一个狗流的开局 哇 狗流开局的话呢 那FQQ好像基本没有练及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一下FQQ这边 虽然说祭坛是后造 但依然还是选择本族英雄圣骑士的一个手法 这边的话小四三 诶 直接在这里各种巡逻 就看着你是什么英雄出来 那从这一刻开始Happy就已经盯上了人族的英雄 那人族英雄想去练及好像有点难 好 看一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人族这边我们看一下两个小步兵 第一个步兵看到对方的这个英雄 第二个步兵在这里装装样子是吧 有可能会买一个中立英雄 当然也有可能是选择继续的手法这个圣骑士 第三个步兵过来先把这个小四身赶跑一下 另外一边Happy直接练及 反正对方英雄没有出来 这边的话DK先自己练练及再说 上来打了一个指环加三 另外一边的话 哎 圣骑士走出祭坛 好 看到了人族手法的是圣骑士 这边的话小四三乌有经验也不给你 我直接送野 我们看一下FKK这里去哪里练及 这边的话步兵数量还是有点多啊 这边开局就已经有四个步兵 四个步兵看看找个机会练练及 哎呦 Happy的话直接大部队过来 这小狗数量有点多啊 难道又像TR那张地图一下吗 直接就去人族家里各种搞事 好 这一步我们看一下FKK想速练三级 民兵一敲想练一下分框 但是Happy这一边 哎呦 这个侦察做的非常的完美 直接抓了过来 这里看看一个圣光 哎 直接带走了一个小骷髅 这一边的话Happy 双线操作 人族没有机会练及 好 看看人族的话 这边很犹豫啊 到底该怎么练呢 这圣骑士出来没有等级 这个游戏体验会非常的差 好 这里我们看一下 想圣光照一下DK 哎 DK始终给你保持一个距离 反正是不让你练机啊 Happy家里已经在升二本了 然后这边一直盯着你 只要你圣骑士没有等级 后面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这边Happy双线操作非常的完美 哎 玩正前后夹击你 看看你能做什么 好 这里人族很尴尬 怎么办啊 没有机会练及 你看看双方还继续焦灼 哎 Happy这边感觉不和你玩了 你继续焦灼 我自己顺便练个及 然后DK带着两个小骷髅 盯着你这个圣骑士 我们看一下人族家里 好 也在升二本了 这边哎 突然看见 这边DK盛光 金光一闪升到了二级 好 意识到对方在练及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发现对方在这里练 哦呦 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好 升级师过来一看 哎 对方在这里练及 这边看看走飞小鑫啊 千万不要被围杀了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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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想去抢对方一个装备 但是已经被对方挠掉了 好 上来直接来一个围杀 那这一波的话 升级师身上有TP要焦吗 你要焦的话再加了就出不来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 好 上来的话想破口 这边一刀收起刀落 直接把升级师给搅带了 那DK已经完成自己前期的目标 把对方英雄一杀 看看要不要继续去练个集 这边人左很伤啊 升级师出来半天啊 依然还是一级 还被对方给带走 HAPPY这里继续修操作 想围杀一下这个小步兵 小步兵把怪给惹醒 哎 是吧 你想练我 我让怪来帮我 这一波的话我们看一下 HAPPY是那顺便啊 把这边怪 还用这个小步兵全部练掉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FK口 好 英雄复活 找机会去练集啊 三个步兵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 偷偷练一下集 HAPPY的话 顺势把人族分框给练到 这DK已经三级了 升级师才一级 哎 这边有一个公爪 公爪直接 物语生好的鞋带 小狗直接带走 好 我们看一下升级师 过来买个单船买个鞋 哇 终于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练练集 这里波 哎 HAPPY没有盯上自己 赶紧赶紧 但是HAPPY这个意识 哎呦 简直啊 就像空中 这是上帝视角一样 过来又盯上了这个圣骑士 圣骑士这里疯狂走位 哎呦 这里能不能快 四级怪经验 哎呦 不给 不给 这一发C四级怪的经验也不给 这里想照一下这个小狗 小狗一丝血拉开来 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 没机会呀 哎 好 终于终于 终于是照死一条小狗 这边TP终于射掉了 再不交的话 圣骑士又要交代 我们看一下英雄等级啊 这边DK已经三级半了啊 这里圣骑士一级半 这经验相差的 真的是有点多 好 科技情况 人族二本升好 这边要奥发一个英雄吗 冰冰一敲 哎 找机会练一个大点 那这一次不会被抓过来的吧 这边圣骑士 真的是一出来各种去练级 但是将近七分钟啊 依然还是一级 HAPPY二本升好 直接升三本 然后奥发了一个巫妖 好 过来抓 这里不会又被抓住了吧 不得不说呀 HAPPY真的是 对于FQ的打法也是了如指掌 好 终于是升到了二级 但是HAPPY也抓了过来 五级蓝胖子 哎 一发C又抢掉 打了一个血石 那这一波圣骑士才两架 DK已经快四级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 伐木机器人增加一下输出 哎 DK一个人可以打那么多兵吗 应该还想去摸一下这个圣骑士 但是这个五级胖子 再处理这个圣骑士 圣骑士要不要买个飞艇 好 赶紧买个飞艇撤退一波 这边的话 哇 乌妖过来 诶 乌妖过来了 赶紧上飞艇 再晚一点就没了 好 这个五级胖子疯狂的输出 那这一局的话感觉 这个野怪对于HAPPY的输出 都比这个FQ高得多 FQ完全没有机会去打这个HAPPY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好 终于终于车到家里去了 家里的话补两个塔 一共有三个塔 HAPPY接一边我们看一下 哎呦 这个车子已经快安排好了 好 分框看一下 没有分框 来这里看看要不去三发一个英雄 好 圣骑士 既然是暂时出不了家门了 家里的话没有商店 哎 二本出车间 二本出车间 然后出飞机 这一句的话有什么想法呢 这 这什么意思 提前一个飞艇带着三个农民 往这边走 你不会是要上岛吧 这什么情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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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想反抗了吗 FQ高 感觉已经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把前期练机没机会 然后接下来的话 不出意外 王林要开始攻城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家里的话两个塔已经好了 这里继续出飞机 那FQ高的打法就是 上岛偷塔 然后用飞机来护好 哎呦 有想法 有想法 这一局的话 FQ高已经没有一个取胜的欲望了 感觉无论如何挣扎 都没有用 你越挣扎 是吧 Happy 越开心 这一波Happy 大军压境 脚落车直接过来攻城 澳本的话 家里这些塔 这脚落车砸两下也砸掉了 这已经提前想好了撤退计划 直接上岛 这边逃上 把小树砍掉 然后多造连塔 多造几个炮台 然后有飞机护航 所以说对方如果想空投下来也很难 只能出空军 但是空军方面啊 飞机真的是有点强啊 我们看一下DK继续去各种外面看一看 看看人族有没有在外面各种搞事 总觉得不太正常呀 FQ高居然不搞事吗 在家里没怎么动静 DK赶紧去外面找一下看看 盛骑士又设置 又在外面偷偷练机 好过来看了 已经发现并没有 那这里的话 乌妖带着大部队开始攻城了 三本生好 把这边生一个疾病之云 慢慢堵你这边的一个小农民 这边生好之后就可以疯狂的输出来 DK继续在外面啊 担当一个侦察的一个作用 侦察完 侦察来侦察去 发现哎 没有看到对方 好 那先先把对方这个基地砸完再说 这里有三个幻象啊 基本不管你 是吧 哪能理你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呜呦 FK在岛上已经造好两个塔了 这 直接躺平啊 没有一个挣扎的计划 这里一个角落车 看看第二个角落车什么时候来 第二个角落车也在安排 这角落车一来的话 人族直接移为平地 那接下来看看Happy会怎么打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对方上岛 咱们把对方这个基地砸掉 砸掉之后两分钟之后 如果说 如果Happy没有去撒粉的话 那两分钟之后 就会显示人族的一个建筑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车子啊 疯狂的砸 第二个角落车也马上到 那人族家里基本上快要砸惯了 这边飞机看看工房的话 两宫零房 这边工房已经升好了 家里已经不怎么挣扎 我们看一下 人族现在是79块钱 1000多木头 钱也花了差不多了 飞机已经准备好护航了 我们看一下Happy这里还在疯狂的砸 基地拆完之后我们看一下Happy会怎么办 好小狗生好了狂暴 这个输出有点猛 第二个角落车终于过来了 人族这些建筑真的是两下就砸完了 小农民看看能不能撤退出来 这不Happy不给机会全部包围全部干掉 好人族现在所有建筑基本上解决了 这里还在补飞机 攒了一点小钱赶紧全部转化成飞机 这边马上拆完 那接下来就是Happy的一个侦查 然后就是Happy的一个单机时间了 想攻倒的话难度还是有点大 毕竟你要出空军 靠地面部队的话 你空投根本就没有环境可以投下来 这里我们看一下飞机继续去护航一下 圣骑士 好已经上好了飞艇提前撤退 这里小狗疯狂的挠 挠完之后看看家里怎么整呢 三本已经好了 这边看看三本已经好 资源的话 王林我们看一下有多少钱 王林现在有700多块钱 700多块钱 然后顺势在人族家里再开一个分块 还完美 那这边人族建筑 还有四个建筑 拆完之后我们看一下Happy 会不会去稍微的侦查一下 顺势是继续在这里无敌扛起来 继续练练集看能不能到三 有三级的话二级圣光 无敌链级这个效率是真的慢啊 好人族建筑全部拆完 我们看一下Happy会不会暴怒 你叫什么打法 还不退 换成一般欧洲的玩家可能就可以开始问候了 不过这边开始撒粉了啊 满地图疯狂的撒疯狂的撒 这边全部撒粉 招一下啊 没有照着 那接下来是Happy的单机时间 继续玩 把英雄等机往上一提 分框一开 是吧 接下来的话 只要两分钟之后 就会显示这里有一些建筑 但具体是什么建筑呢 哎 到时候啊 要派一个部队去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Happy 把人族基地全部拆完 自己的不欢不忙啊 开始玩单机了 练练集 反正时间一到啊 这边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这边的一个东西 这里的话 可以小狗过去啊 各种去照一下 看看对方藏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这里 好 Happy现在继续疯狂的不在机 哎 看到这里的话 哎 对方好像在这里练了几啊 好 看来的话 这边已经显示出了人族的一个地方 人族的话 那是在岛上 那这边暂时对方有什么兵的话 Happy并不知道啊 现在是赶紧出一些天鬼 补了两个地穴 三个 三地穴出天鬼啊 去和对方人玩一下 这一波Happy 英雄方面继续玩单机 接下来就是Happy 是吧 天鬼数量一级结 然后过去攻一下岛 看看什么情况 看到对方这么多飞机的话 天鬼还不一定能打赢 这里Happy 继续单机时刻 大家的话 可以稍微的快进一下 这个时候啊 作为解说啊 评传慢慢再看啊 看看Happy 在这里能够练的什么好东西 公爪加5 公爪加5 这边 这边什么还有一个岛 这边我们看一下天鬼已经好了一个 这边还在疯狂的造 天鬼一多 看看一对天鬼去搞事 呜呦 这里还想偷偷的造一个炮塔 然后把这个基地给A掉嘛 FQQ又在疯狂的搞事 这里Happy呢 则是一个人开开心心的玩单机 把地图上的点全部清理完 Happy这个人的心态还是很冷静 有一些人可能就要开始问候FQQ了 那这边呢 还是继续玩单机 然后造点天鬼 天鬼数量一起啊 过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方为什么还不退 这里看看那个六级石头篮 刚才的话打了个什么好装备 打了个灵巧头巾 一个加5的公爪 还有一个雪石 这边 好 有一个天鬼先行去侦查一下 诶 一看不对劲啊 我的天哪 对方 这一两队的飞机 我们看一下Happy 哇 果断直接把地穴给卖掉 Happy把地穴卖掉 我们看一下他要出什么兵 哇 两个买骨敌安排 Happy说 我直接用冰龙来攻倒 什么天鬼之类的弱爆了 那接下来 两个英雄在外面练一练集 是吧 赚点小钱 卖卖装备 把所有的资源啊 全部投入到冰龙身上 这一局有意思了呀 打飞机 确实飞机在空中还是有点强啊 天鬼不一定能打赢 但是冰龙 到时候升个三攻三防 是吧 一百人口的冰龙去进攻 哇 那个画面就有点美 不知道能不能进攻成功 这里的话 又搞了一个公转 哇 乌鸟的话 这一局装备非常不错 但是啊 派不上用场 到时候可以全部卖掉 卖掉之后 积累一些钱 把钱 所有的钱啊 投入到冰龙身上 这边的话 继续练 地图的点 扫的已经差不多啊 大点几乎草丸 还有些小点 再慢慢做一下收尾工作 这边 继续撒一包伞粉 我Happy还是 非常非常的 谨慎啊 所有的点 全部去侦查一下 看看对方有没有偷偷的去开一下分框 目前的情况是对方有个岛 岛上有很多飞机 好 Happy继续玩单机 那大家看到这里呢 可以开始快进了啊 反正平穿得慢慢看 有些人可能喜欢看单机 这里看看这个七级海龟 能出一个什么装备 乌鸟的话 已经是练到四级了 七级海龟 现在对于Happy来说 打到好装备 无论是什么装备都好啊 反正可以卖钱 好 打了一个打了一个雪牌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FK狗这里 但是FK狗钱不是很多啊 200多块钱 900多木头 这里空头一个农民 但是灶塔 不知道能不能A到这个基地啊 飞艇继续派了一个农民 这边还要上岛吗 这里还有一个岛上来 这个岛好像上不去 这里可以下来 这里果然还有一个位置啊 比这个岛 这个岛的话就比较的近 这个岛稍微远一点 这里好像想造东西造不下 但还是要先把树木给A掉再说 Happy啊 倒是如机器人一样 继续去清理一下地图 玩单机 我不知道有一些 我平川有一些啊 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就喜欢玩单机的 但没事的话就是打电脑 打一个疯狂 两个疯狂 甚至有时候他欧逼 欧逼两个疯狂打架 然后没事的时候呢 他会去打一些新的地图 新的地图练一下怪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这一波 Happy继续玩单机 然后把自己的天轨全部送掉 主要是把人口给控出来 人口控出来 全部出冰龙 这边的话 一二三四 四买谷地啊 出冰龙 冰龙现在是一工两房 确实你打飞机的话 这个工房要提起来 这里我们看一下 FKGO的话 没事做呀 好 这个农民继续去砍树 砍完树之后 看看又要造点什么东西 不过现在FKGO造什么东西啊 Happy都能发现 因为对方现在他的建筑师 他的这个建筑啊 是对于Happy来说能看见 因为没有基地 好 看一下这里两个英雄的话 已经乌鱿 这装备练得很不错啊 这边我们看一下 乌鸟已经卖过一次装备 这一波练完又有不错的装备 那可以继续卖掉 把所有的资源 全部投入到冰龙这里 冰龙现在已经有三只 三只冰龙 一工两房 工房还在生 乌矿的话还有一千多块钱 分矿的话还有六千多块钱 我们看一下Happy有多少钱 现在 哇两千多啊 两千多 现在Happy呢 还是压一下人口啊 压一下人口 等钱差不多之后 是吧 现在是压五十人口 毕竟压五十人口啊 这个产资源不会打折扣 贵族投还 这里不会把巫妖给送掉吧 控人口吧 不至于不至于是吧 还是靠着两个英雄去外面打工 赚点零钱 养一下这笔的冰龙啊 毕竟冰龙比较花钱 这里的话 FKGO啊 居然没事做啊 现在应该是抠着脚丫 在想Happy会怎么去进攻自己 这一波 Happy倒是不着急啊 把地图所有的点全部清理掉 现在呢 已经开始报人口了 四买古地 报冰龙 冰龙现在我们看一下 是两工两房 这一波看一下 已经是一百人口的冰龙了 一百人口 这里看看要不要英雄也送掉了 一百人口的冰龙要进攻了啊 两工两房 这边工房要提一下嘛 暂时还没有升 没有去升三工三房 这里看看 飞机两工零房 人族的话钱还是不够啊 没有去升房 只是升了工 这个农民倒是没有继续去造东西 砍完木头之后再怀疑人生 是吧 我的意义到底是做什么 这里冰龙 看一下多少只冰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十 十个冰龙 飞机在这里等 等别人进攻 这边的话冰龙 要不要继续去提升 没有提升工房 两工两房够了吗 这里要不要贴个裙补呢 裙房 裙房一贴 马上进攻 这边还比细节还是做得很不错啊 冰龙一百人口 冰龙过来进攻攻倒 好 这边看看飞机 飞机继续来A 冰龙一吐 飞机完全扛不住啊 一丝血的冰龙 这个操作完美 一丝血的冰龙也不给你 这边还被罩了一下升官 这个冰龙直接拉走 没血的冰龙拉走 然后一点经验也不给你 物欲有happy这个细节啊 做得是真的不错 好 这飞机几口全部吐完 那这两个塔也撑不了多久 这边fk go直接退出了游戏 我们恭喜happy happy这一季打的也是非常的冷静 你要玩我就跟你玩 一百人口 冰龙见过没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